雪白身躯宛如棉花糖般可爱疗愈的兔子妮妮 以多样姿态出现在各种场景中 艺术家黄本蕊以兔子妮妮角色跨足艺术界 妮妮就像是她的代言人般 而每一幅作品也像是她描绘生活与传达心境的写照 譬如像我们这次展览里面的平行时空里面遇见爱 还有当落叶幻化成花朵 秋天就成就她第二春 这都是一种人在一个季节里面 还有跟空间跟时间他们产生的一些交流吧 或是产生一些变化出来的一个组合 展场中数十幅作品呈现黄本蕊不同的创作历程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有感于人类的渺小 省思中的妮妮也照应出疫情期间的心境 这次那张《水醒三姿》还有《三人心地有我诗》这两张画 其实就是在很多很多不同造型里面挑出来的 那去年纽约的疫情非常非常严重 所以在疫情刚开始进入很高峰的时候 那我当然是希望能够借着比较幽默的方式来反映这个疫情给我的一些影响 那还有她给我的一些灵感 创作灵感 那我喜我喜我干干净净那一张 其实就是想要用一些很幽默的方式 然后把妮妮放到我的绘画里面 展场中还有三件雕塑作品 有抚慰人心的妮妮 也有充满幽默与态度的妮妮 你看到那个兔子 它后面有一个像是天使翅膀的造型的东西 但是你再一看它不是啊 它其实就是它自己随便拿了树叶这样对出来的 自己随便绑出来的一个假翅膀 所以它说我不是天使 我不是你的天使 那就是我觉得我希望造成大家一种 大家可以自己去感觉的一种冲击的那种感受 那也有点幽默在里面 那么另外一件叫做 我是超不爽 那英文名字叫做 I'm super fussy 那因为它披了一个橘色的披风 那么那个披风让你知道了嘛 就是超人的一个造型 但是呢我就告诉你 我不是超人 因为我是超不爽 那就有一点点无厘头嘛 黄本蕊随醒三姿各展 即日起在成品画廊展出至7月31号 欢迎喜爱艺术的观众朋友前往欣赏 在每一幅作品中感受你你眼中的世界 记者灵犀会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